觀眾朋友 你是現在才準備出門嗎 我還一開始趕快提醒你 今天一定要記得帶雨具 因為各地都會下短暫雨 那在溫度方面 現在東部 還是屬於比較涼的狀況 北部也是涼稠稠的 中部地區也沒有高起來 最主要原因是今天 雲層非常非常的厚 我們來看看最新的雷達回坡圖 其實從早上開始後 雨就陸陸續續的下了 一波一波的水氣進來 現在雨勢有沒有 南邊這邊也會下雨 北部零零星星也會下下停停 今天下雨的狀況 比較屬於下一陣 停一陣 好 地面都濕濕的 但是還是要記得要撐傘 不過今天晚上到 明天下雨的狀況 就不是這樣小毛毛雨很浪漫的 請注意今天晚上都明天 各地都有出現比較大的雨勢了 來看衛星雲圖 最主要的原因是 華南淫雨區 趁快的水氣過來 它過來的過程當中 在海面上有機會會形成 比較明顯的對流 所以明天全台各地 都會出現雷雨的情況 也有機會出現局部的大雨 其實大家特別一定要注意 明天的雨勢會比今天大很多 而且可能還會打雷 那至於未來天氣的走勢 趕快一起來看看 剛剛我提到了說 星期四明天這一天 其實有人是放假的 但是全台都會下大雨 而且中部以北降溫的情況比較明顯 高溫大概只剩下了22到24度 跟昨天跟今天比起來 會明顯的覺得偏濕涼 星期五星期六 天氣開始轉好了 氣溫逐漸回升 但是星期天真嗨 又有封面來了 北部東部可能又要下雨 而且這一波封面 影響的時間還滿長的 起碼目前看起來 會影響到星期二 提醒大家特別注意 這春天的尾巴天氣 真的是有夠不穩定啦 所以出門帶傘比較保險 但這以為為要趕快